第二場賽事都簡單研究過 接著來第三場 去過重發1號、3號 四百一千短途 五隻馬有三隻大帽子的狀態 1、2、4、7、11 配備變動1 它又重大頭罩 又扎你 3名譽生輝 除了交叉鼻孔 5、6都是初出的 都是初用這個環形口不鐵 好了 大純威 其實這隻馬都一向人見人愛 很多都是的 經常打著都很好看 可能它都搞不定不行 那不如嘗試又套回二套 在配備上作出改變 有運了 三檔 好了 這隻就過河勁桌 看上去它感覺上 整天都好像滑身一點 但是它一向都是這樣的身形 下腳都挺輕的 跑回體力感 因為它之前歇過一輪 其實我也覺得 有一點點它硬要拿出來跑 真是貴美 明月生輝 那它就演出有些不穩定性 現在轉一點之前已經除了 我記得那個交叉鼻孔 其實上一次賽前 好了 這隻就是今早出跳的令裁 上一貨落草地 蝕恩試都試得不錯 厲害就不太厲害了 攬著一檔 可攻可守 這些馬三甲就會有的 你又難贏 它又難贏 好 無可估計 裡面是勝利多多 5月22日的施集 你看到地 當然是受到一點點影響 無可估計 多少磅 真是1029 無可估計就不同 勝利多多 無可估計現在黑山第四位 裡面勝利多多是不同的 無可估計是矮身一點 但是闊風的 它夠肉的 但是勝利多多是不同的 它是薄身一點 高一點點的 是的 你留意到兩隻馬的跑姿 和走規都有些分別的 這隻無可估計 我覺得感覺比較好 那隻勝利多多 那隻有些生的 拍跳呢 尤其是在外面有些暖龍 撞著頭 一直撞著它 因為班德禮 我其實覺得班德禮跳馬 他跳什麼馬 都只有這套更成的 電子群星 什麼成的 就到它就算了 我就 兩種很不同的馬 跟剛才那隻無可估計 好 旅遊拿督 也找回潘明輝繼續跑 他經常都 你看到久不久會有跳下 但普遍都是慢時間居多 養著身 保持著體力 出來跟你跑 始終年紀不小了 怎樣 這隻 包裝得勝 我真是一般 你說得都沒辦法 上一次人家都上名 我記得這隻 但是那些跑肢 整個動作 我一直都不太喜歡 反而這隻好了些 這隻好玩大少 這課單跳 最後國能 上一課拍跳 星期四 這隻馬上了一些力 開始要留意走勢的馬 醉人 上一課 好 白心之威 你想想 連這隻馬都可以這麼好表現 一直下來都 都是一些健康曾經有個問題 而被他搞得回 希望繼續好下去 外觀上是看不到什麼 歡樂好友 繼續會有些急 馬爛流 整身大汗 所以這些馬 你可以試想像 他排了十一檔 有眼罩 都未必能留得到 好 快一步 所以馬每一個形態不同 你剛才看那隻 和這隻 這隻這麼自由 那隻就好像太狠 但是你要看每隻馬的個性是怎樣 它是這樣 那你都沒辦法 這隻電訊簿不能出呢 電訊精英 近日的試襲都開始有些看頭 步伐就不漂亮 出腳短 有些好像中下中下 試襲他好看 是的 好,蒲俠朝德 這隻就因為有一個Jaw Wing 扯下了馬頭 他就可以跳的形態不同了 但這隻馬真的上力好了 沒有那麼瘋 來到第三場 四班一千米的短途 這一組 當然有兩隻 即是側身馬 侵了進來 就是五和六 但是兩隻馬 看他們神操的表現 我想無可估計 就稍勝那隻勝利多多 希望都看看落地 跑得如何 信心都不是那麼大 十號馬的白心之威 大家可以留意 上一次贏了馬之後 偉達的訪問 他也說了很多這隻馬 龍獸醫的問題 怎樣可以令到他呼吸順暢 教這隻馬 懂得怎樣去調養身體 所以其實背後很多 不是說我們看狀態 場地偏差這麼簡單 很多事情 我覺得這隻馬 你怕它可能不夠快 跑一千 但上次也能夠帶頭 所以它升回 仍然有權有得爭的 所以不單止那些馬要順氣 那些人也要順氣 有時 你順不順呢? 我一時試 都不知道為什麼 騎士很難跑第四 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難 潘明輝那些經常三三四四 可以越冷越好 很奇怪 但是說回這組馬 四號馬令裁 我覺得上一課 剛才你說的那課 草地它試得很好 特意縮住一點 最後白領送給它 那一馬很好反應 就是不用說你覺得 一味走光 之前不是前一次這樣上名 那些馬有些轉變 還有可能又轉馬房 之前轉了馬房 是PP回來 就是可能有些感覺 就是應該還有多少享受 晨操裡面 我覺得有些不同 譬如十一 歡樂好友這樣 就是行不行 另一件事 它粒耳吐跳 它的耳朵沒有動那麼厲害 你看看它戴眼罩跳 它動得很多很多 那外檔可能難跑了 那希望它可以 其他那些大純威 我覺得很好跑的 那真的 其他就臨場再看 因為都不 這組馬是有得想的 因為有很多可以秤走的馬 希望就是這樣 第三場賽事都簡單研究過 休息一會 無可估計的廢 Super Easy 很簡單 這組馬今季就剛剛贏了馬 又馬 就是岳林天下 這支之前都贏過 其他成員就不多救運 好像極速奔馳 暫時來說努力就努力 不過暫時未贏到馬 就上過名 很簡單的 是馬來得香港的時間比較少 暫時來說 短途比較好 可能跟很簡單 它本身都是達仙寶馬的指示有關 但很簡單服役的時候 新加坡其實贏到1600米 只要無可估計的武器 曾經在紐西蘭贏過三場賽事 幸運戰區的女兒 由1600米到2000米 就贏長一點的路程 武線家族的其他成員 有些都跑到長途都會贏 但有匹怪獸都市 連到香港就贏到1600 而這個武器家族 其實追溯到第四代武器 原來是馬其勝 馬其勝 即是跟澳洲馬王八邊型的家族的馬 這次馬 留意一下 普遍有個特性 比較黏一點 爛勝多一點 所以看了父母兩線 為何無可估計 初期應該是跑短途開始 但跑下去未必是短途最適合他跑 中距離賽或者長路程的賽事 可能更適合跑都不定 無可估計來香港之前 在紐西蘭參加過兩次試襲 就贏了其中一次 跟他一起試襲的第二第三名馬 第二名那匹叫Fillen de Power 在當地也贏了馬 大衛希斯今季重臨香港 作風一如以往急進 初出即勝馬 季內有7匹 他們就是人和家興 危多福 包裝太保 街運財 齊心同行 家應精神 肥仔聰明 初出上到名的馬都有3匹 他們就是樂天派 包裝大獎 和行運有利 勝利多多是So you think 信可成真 這系馬今季成績不錯 不過是季初階段似乎比較好 二郎 紅套巨星 盡力之城 季尾階段跑得好些 那匹就無心睡眠 這系馬來了香港這麼多季 似乎成績沒有預期那麼好 但總算叫佔入街景 因為初期那些比較差 近年那些起碼都會贏 而且有些就不只贏一場馬 這系馬整體來說 比較遲熟一點 而且應該跑到中距離賽 或者長小路程好些 信可成真當年 國士頓冠軍 都不是純短圖馬 至於勝利多多的武系 Dan Hill 單山的女兒 沒有上陣的 武線家族 原來古摩亞馬很多 還要是長途馬 這個武器家族裡的成員 有兩匹大家遇上直播賽事 近年見過 一匹是巡邏兵 葉森打比的亞軍 另一匹是納爾森 愛爾蘭三級賽的冠軍 所以看完父母兩線 這匹勝利多多不似短圖馬 跑落體來中距離賽 或者長些路程的賽事才適合他跑 勝利多多來香港之前 在紐西蘭參加過過三次試集 其中一次是跑第一 另一次是跑第三 和他在一起試集的馬 不單止很多人贏過馬 有些聰明馬在裡面 因為有些和他一起試集的馬 一二名的馬 曾經當地贏過分級賽 或者分級賽上名 文家良馬房的初出馬 近季表現一般 不過今季有些進步 上季沒有一出即勝馬 初出上到名的馬 就有無敵勇士和低豪精彩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有一匹初出即勝馬 就是必詳勝 而初出上到名的馬 也有做好運寶馬